主料,高阶面粉250克,全麦面粉50克,酵母粉6克,烟5克,糖10克,橄榄油15毫升,辅量,水耳110毫升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,将除橄榄油外所有的材料放入面包机和面20分钟,停止后加入橄榄油再启动和面15分钟, 和面质可以形成比较薄而均匀的膜即可,将面团放在附了保鲜膜的烤盘中,盖好保鲜膜放入烤箱,中发酵约一小时,可以在放面团的托盘下面,放一个橄油水的烤盘来保持湿度,发酵至约两倍大后取出,轻轻排气并分割成8个面团,每个大约60克左右的小面团,分别滚圆后,盖上保鲜膜, 请制约20分钟,此时将烤箱预热230度,注意要将烤盘也一起预热握,将面团改成圆或椭圆的饼状,我是同时烤三个,所以必须将三个提前赶好备用,以方便用最快的速度放在热的烤盘上,并快速放回到烤箱中,将热的烤盘取出,快速放上赶好的面团,迅速放回烤箱中,烘烤, 可以看到很快面饼就会开始膨胀了,大约5、6分钟,至皮塔饼完全不胀起来,表面开始变色即可出炉了,同样的方法做完其余的,烹饪技巧,在烘烤皮塔饼的时候,一般食谱中的要求的温度,是250度,5分钟左右, 因为磁垮烤箱的最高温度设定是230度,就用这个温度烤,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,在预热烤箱的时候,记得一定要将烤盘一起预热哦,也最好在烤盘上涂少许油来防沾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